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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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十二是孙熙优一封于靴 靴国使封祖位下朝车正熙优 头语今有靴国故城遗址 后千批一约下批在金江苏批县东北 不久又签上批,吉金威山西北欢城,西众之后众会居屈,为伤汤所向 周五王灭伤,复封其后裔于靴,春秋以后,靴又前下批 靴国立下,商,周三代,可考者凡六十四世,战国时或以其灭亡三年,即前298年灭亡,入围其义 传世纪有靴侯仪、靴侯顶、靴仲同府 春秋鹿角同鸟形式春秋时期,通高48.9厘米,重1517克腾州市靴国故城五号目出土计 宁市博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,为一分支岔鹿角,其中一支岔顶端套至一同授手 其余四支岔顶端套至铜鸟形式,利鸟形态各异 东夷走鸟图腾崇拜东夷是中国先秦时期,尤其是商,周时期,中原居民对黄河流域下游青,沿,徐三州居民的总称 东夷人是中国最古老文字,弓箭,锂质和金属的发明者和使用者,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东周时期,由于齐国和鲁国在山东的长期经营,东夷文明与中原文明逐渐融合,成为华夏文明的主体之一 秦汉以后,东夷的概念而言为居住于中国东方的朝鲜半岛,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,或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 东夷族全用鸟类名号,所以,历史上又称这一代的古代居民为鸟遗 古代很多文献记载了东夷族关于鸟崇拜的传说,并且这些记载,在今天已经为考古学文化所印证,大问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陶规均为鸟形 大问口文化遗物中,某些器物口言盛形鸟灰状突逝,山东龙山文化中顶足形质多样,以鸟手形对付代表性 由此可知,鸟图腾崇拜在位于金山东境内的东夷族分布区内是非常盛行的 学过故城出土的鹿角铜鸟兽,也正是东夷族文明和中原文明融合的典型例证 春,秋青铜富尔提族盘施文明文顶春秋时期通高37厘米,口径25.4厘米腾州市区 国故城二号墓出土济宁市博物馆藏薛国列顶共八件成套,时代为春秋 1978年12月,出土于薛国故城,金腾州渗南30公里张光镇二号墓 属薛侯生前使用的青铜礼器 其中七件饰样一致,大小有别,称为列顶 另一件未培顶,饰样与列顶不同 列顶名文模糊难时,代是 公阳传 桓公二年和修祝云,天子九顶,诸侯七,大夫五,元氏三也 薛侯使用七件列顶,一件培顶,是与其身份相符的 列顶军水有盘诗文,属于春秋青铜系的长鱼文室,为文物断代重要依据 列顶制度商周时期,特别是西周时代,顶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石器 具有烹煮肉食,食生祭祀和烟响等多种功能,是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 鬼也是一种重要的理器,用于盛放处熟了数,寄,导,两等饭食的器具,器饰和验饷食,以偶数组合与基数的列顶配合使用 春秋书刻工具春秋时期,腾州市薛国故城二号墓出土济宁市博物馆藏,迄今为止最为奇 全的春秋时期的书刻工具 这套书刻工具继27件,其中有同府一件,奔两件,削刀七件,刻刀两件,凿四件,刻针四件,锯两件,钻两件,钻两件,以及磨石三件 估计原有毛笔,可能已有毁 这套书刻工具,包括了从破竹,修正到刻字,改错组装,以及磨砺利器的所有工具 为研究春秋时代的书刻用具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实物资料 同时据观察,刻刀,刻针等类断制,且刻针的肩部呈蓝灰色,四经翠火工艺处理 这又为研究春秋时代的铜器加工工艺,提供了重要资料 青铜体两削猴形湖,春秋时期通高22.8厘米,附径13厘米,底径6厘米, 重1423克腾州市靴国故城 三号,牧出土济宁市博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,为靴侯出行时所用水器 青铜制,骨腹,平底,瘦首尔,有盖,盖顶立衣鸟,盖两侧为瘦首闲环,链状提梁穿于环中 请不是盘诗文,腹下部有一兽环形牛,腹部有两行四字名文学侯形虎,侯,在春秋时期位列诸侯什么等级呢? 据史料记载,西州建立后,天子称王,分封基姓宗氏子弟和功臣,为列国诸侯,为五等,公、侯、伯、子、南、西部及五等者为附庸 各国诸侯的爵位,由国军任命世袭,不代表职权大小,国军在国内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 进入春秋以后,由于周王室势力日趋衰微,诸侯国开始出现擅自称王的阅历现象 而且由于大国争霸和兼并小国现象十分普遍,诸侯们也会封自己的下属为侯或伯等 到了战国,五等爵位置矣 春秋潘诗文瘦首领青铜,辅春秋十七乘二十六点九厘米 宽二十一点二厘米,高十七点三厘米藤州市 薛国固承一号墓出土济宁市博物馆 藏国家一级文物,铜府内排放着满满一盒三角形石物 出土时表面有一层白色粉状物,风一吹即消失掉,露出三角形状似水饺的食物 食物虽以碳化,但当用竹签轻轻拨动时,发现三角形食物内包有屑状现 经专家观察分析,我们认为铜府内三角形食物,当即中国传统的美食水饺或早期馄饨 三角形食物每个的长边为五至六厘米,从一角到一边的终点长三点五至四厘米 如果我们的观察和推断无误,那么出土的水饺,要比新疆吐鲁藩县埃斯塔纳哈拉和卓塘弹幕中出土的水饺食物早近1500年 春秋时期的水饺,在东夷地区薛国墓葬中的发现,说明这种,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美食,很可能最早源于我国古代的东夷地区 商代墓葬中发现的顶,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等级差别,到了西周时期,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级森严的列顶制度 列顶是指在一个墓葬中发,现的一组形式相同,纹式相同,尺寸依次递减的顶的组合,这是当时统治积极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 宫阳传环宫二年和修祝云,天子九鼎,诸侯期,大夫五,元氏三节 春秋中晚期,阅礼的现象开始出现,随着社会的改革,拥顶制度也遭到了破坏 据李书记载,西周时期祭祀和燕下时,经常以基数的列顶和偶数的列轨配合使用 天子用九顶三陪顶八轨,第一顶圣牛,称位太老,以下为阳,使,鱼,腸,肠,鲜鱼,鲜辣 诸侯七顶一陪顶六轨,称大老,减少鲜鱼,鲜辣两位 清大夫五顶四轨,称少老,顶时为阳,使,鱼,腊,肤,是三顶二轨,顶时是使,鱼,腊,是也有用一顶的 顶时为使玉石饰品 1978年12月,薛国故城出土了一批玉石饰品,其中十三件确定为一级文物,除双鸟轻玉配,凤鸟玉配,分别是一号目,八号目外 其语均为二 号目出土 玉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,也是玉石饰品端带的标准器物,弥足珍贵 图文由作者提供乐意会延伸阅读员的陈船上的宝藏 玉宝斋分享和则是博物馆专题展三门侠国国木青铜器,河南博物院青铜之二 微信公众号转打请联系后台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